大家好,歡迎收看正正有吃 有時候朋友之間相聚,看到朋友會問你最近氣色怎麼樣 其實中醫一般來講望聞問切,大家都知道 其實不只是中醫,你說我們一般人看朋友的氣色或各方面 也會多多少少覺得說 從你的氣色科方面 是不是身體有狀況 更不要講中醫 其實西醫來講 其實也有大概看你的臉色 或是只要聞一下味道 就知道你可能身體 哪一個部分出了狀況 真的有這麼神奇嗎 其實有很多時候 你的身體散發出來一些情緒 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也許你覺得怪 只是你不知道哪裡怪 但對醫生來講的話 不管是中醫西醫 大概都透過這樣的方式 就可以預先知道一些的警示 當然你說精準一點的 你要去照一些 不管是激光、超音波 所有的這些 可是如果真的一開始能夠警惕到 而開始預先做一些治療的話 是不是真的就比較好呢 除了這個以外 你不管中醫西醫吧 忘聞聞切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如果真的 大家都看不出來發生了什麼事 那就要找命理老師 或是風水老師 或是老師來看一看說 是不是真的有卡到什麼東西 大家各有妙招 當然目的都是希望 能夠找到到底有什麼不對的一些地方 今天在節目現場 為你邀請到一些特別來賓 一起來看看身體各個地方 所散發出來的 不管是味道或是面向 各方面 是不是真的能夠告訴你問題在哪裡 好啦 一開始我們為你介紹 左手邊邀請到第一位 中三副醫法醫科主任 高大成 高主任 主任好 大家好 接下來為你邀請到的是 學疫腫瘤科的醫師吳鴻誠 大家好 醫藥記者洪淑欣 大家好 民俗專家 益泉老師 大家好 好 來蘇欣 一般來講話 其實光身體散發出怪味 不是說有男人味啦 有什麼 不是 那個怪味就是 你怎麼都覺得說怎麼會這樣 譬如像這個人 他就醫 但他身上散發一種可怕的味道 結果後來是鼻豆這個地方出問題 古早的中醫不就望聞聞切嗎 本來就是味道是很重要一個判斷的基準 那這個比較有趣 是因為這個男生50歲了 他其實本來是去看的是腎臟科 只是他一走進診間 這醫師就覺得 怎麼這個人一進來 空氣中就瀰漫著一股很可怕的味道 然後醫生就說 建議你要去做一個電腦斷層檢查 你如果聽到說 明明我來看郵寄 結果你去叫我去做電腦斷層 應該覺得很怕 結果一檢查出來 原來他真的是鼻子有問題 他的鼻子裡面就是我們說 滿滿都是濃 就是他有很嚴重的那種鼻聚濃 但是呢 所以那個味道散發出來是 全診間你看醫生他站在裡面 現在醫生老實說都還帶N95 如果這樣醫生還聞得到就不得了 對啊 就應該旁人都聞到 可是他自己可能久久習慣 他也沒感覺 所以他就跟他那一口濃 一直在一起 然後後來才知道 原來當你的鼻子感染 你的鼻痘感染 那因為感染的菌種不一樣 有時候味道也會有差異 有些人說 比如說你感染的可能是念珠菌 他們說會不會聞起來像臭起司的味道 那如果說呢 感染的黴菌 聞起來可能像老鼠死掉的味道 那甚至說如果你是葡萄球菌 可能聞起來像是臭酸味 或者是你的運動鞋味 但我覺得這很難 因為每個人運動鞋味道不一樣 你知道這個 所以反正總之旁人問到你 聞到你鼻子有怪味道的時候 可能要去了解 他是不是有鼻子的感染 不過比較特別的是另外一個藝人叫海產 奇怪了他有一天說 家裡其他人都沒有聞到 家裡有個奇怪的濕臭味嗎 然後家裡想說不要亂講話 哪有這件事情 就是旁人都沒有問到 唯獨他聞到 然後他開始想說奇怪 那我是卡到什麼 是有什麼奇怪的動物 什麼跟在我旁邊 他媽還說 你不要這麼疑神疑鬼怪力亂 好不好哪有這種事情 後來阿嬤就說沒這樣好了 我感覺 既然是這樣子 不然去廟裡面給他看看 結果沒想到一去廟裡面 廟裡說你還真的有卡 廟裡是不是每個人來都說你有卡到 對對對 他廟裡就說 你真的這個有卡 而且你這個卡得很深 所以後來回去廟裡面 什麼香灰什麼就拿回去 照三餐吃 奇怪 照三餐吃沒有卡得比較不深 就開始覺得這些症狀越嚴重 覺得聞到那個味道 好像越來越明顯 最後他覺得好吧 既然廟治不好 可能真的得看醫生 後來去醫院才發現 他鼻子裡面長了一個瘤 一個血管瘤 而且他已經可能長比較大 深到比較深的地方 那懷疑可能影響一些東西 使得他聞到這些味道 所以還沒有嚴重到別人聞得到 對 別人沒聞到 但他自己一直覺得有這個味道 所以後來寫 雖然是說他長得比較深 可是幸好檢查發現良性了 所以還可以處理 所以不論是別人聞到怪味道 或是只要你聞到怪味道 可能都要進一步求醫的 OK 當然前提要確認 就是你沒有香港腳 你知道嗎 你不是聞到自己香港腳的味道 而是真的散發出一些什麼味道 不過一般來講 如果說大家都覺得怪有味道 那釋出必有因嘛 一定是這樣 反而請問一下鼻子的這些 其實剛剛講的很多人就是味道 可是一般人當然他分不出這麼多 可是當鼻子你說長霉 或是什麼 他就一定會有這些味道 對 一定會有味道 只是說他已經習慣你這個味道 所以他不會覺得是他的 其實他以為是別人的嘛 就是這個道理 我們以前也碰過有一個病人 他就鼻子長那個患射菌 那個感染 裡面都是沒菌 有一天就突然擠鼻涕 就倒下去就死掉了 淺個鼻涕就死掉了 被自己吵死了嗎 不是 所以叫我們不要擠鼻涕 沒有 不是 然後家裡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也沒有什麼病 只是說 這個人比較不喜歡清潔 很少在洗澡就是很髒 我們覺得說怎麼會這樣 這樣會翹對不對 不洗澡也不會死亡 是啊 就照我們去 我有一看說 疾管怎麼會一連都黑青 就是那個窒息的 黑的 都黑色的 真的是黑的 我們以為是心肌梗塞 可是他也沒有症狀 他也沒有高起來 什麼都沒有嘛 結果結果現在才知道 他在氣管那個 那個靜濕 靜快 從他塞在那裡 衣缸 從他漏就塞在那裡 所以他真的是被窒息死 對 真的是窒息死亡 他們的會這麼大塊喔 對 一段時間 我看不洗 差不多七個要疲大塊 而且咽不下去 對 而且他一支 這樣一支一支一支 好像塞下去 對 對 不停止了 掉在那裡 把這個口腔一打開 裡面都是浸濕 真的喔 他都是啊 他都沒感覺 可是他只有鼻子這樣 但是他其他也沒有 身體也沒有其他不舒服 應該是有一點 可能是那個美麗不好啦 後來是沒有檢查啦 我們也怕是不是AIDS的問題 就家屬就不要了 不要在那裡 不要解剖 讓人家 不知道 他們覺得說怎麼會這樣 家屬家裡有這種人不好 我們有時候解剖家屬會抗議 你不要再說下去 你說都沒用了 我們就死了 你們說得怎麼樣 對 死了等於還要再被灶燙 對啊 有時候真的是這樣 我不曉得 吳醫師請問一下 您本身是血液腫瘤科的謎 像這個案子是說鼻子會散發出一些 所以在你們臨床上真的是用紋 其實有很多的病針 會透過紋的方式大概就知道 當然你說精準一點是要透過一些檢驗 可是紋大概可以知道一些 是的 其實大家如果有去過 我們血液腫瘤科的病房 通常如果是頭頸部的腫瘤 或者是有些像乳癌的末期的病人 這些腫瘤細胞它就是爛掉的 是腐敗的味道 像頭頸部腫瘤這裡很大的一團 就是很臭 一進到病房 大概距離病房大概10公尺 我們就有聞到 10公尺就聞得到 對 所以這個腫瘤細胞 因為它是一群的 不受控的一群細胞 它的血流是不完整的 所以它在腫瘤長到一定的程度 它就會壞死 壞死就會有這些腐敗臭掉的味道 其實在我們內科的病人 其實像尿燒味像洗腎的病人 他本身腎臟沒有功能 沒有辦法把身體裡面的這些 尿毒排出體外 所以它就激在體內 激在體內 它在呼吸的過程當中 它就會把這個氣體 從呼吸道散發出來 也許在旁邊 大概兩三公尺 你就可以感覺到說 那個氣味是有 那請問一下 文醫師 剛才素卿分享藝人的案例 它聞到的是濕臭味 那這個又是另外一個範圍 因為我們鼻子嗅覺神經 它有一些 它不是真的有聞到味道 它只是神經受損 就好像我們現在COVID-19 我們在得到新冠肺炎的時候 不是很多人都說有一段時間 它是聞不到味道的嗎 它其實並不是真的聞不到味道 它可能是有一些嗅覺異常 它可能會聞到 比如說是香的 它聞到的是酸的 或是其他的味道 那是一種異常的感覺 那這種感覺的話 可能就不是說 真的有在這裡面腐敗 它純粹是神經受侵犯 那其實有一些鼻腔的腫瘤 其實會有影響的 那甚至有一些鼻咽癌 它在這往爐內長的時候 它使得我們這些 有些相關的神經受損了 或者是口腔癌 相關的腫瘤 它只要壓迫到相關的神經 它這個地方的神經的訊息 就會錯誤 就會造成一些嗅覺異常的問題 OK 所以書欽 可是一般人 如果你真的在問 不要隨便跟人家講 怎麼有失臭味 你講的話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不過你是到底人啊 會不會真的有一些人 就會覺得你是卡到或是什麼 我有一個朋友 他女兒就是因為像剛才的鼻子感染 然後一開始他們沒有想到是這件事 只是覺得你們這小孩子都不洗澡 怎麼這麼臭 後來才知道原來是感染 OK 然後另外一個 剛才醫師說 當然因為洗腎的患者 有時候你已經快要洗腎那天 味道比較重重 有些人他其實 因為台灣啊 你知道我們的腎臟病的人 其實遠比我們知道的多 因為很多人他其實並不知道 所以有時候甚至 他都已經到接近末期了 但是他自己還無所察覺 之前有一個人就是這樣 他是怎樣呢 他是他的朋友也是常常跟他說 跟他在一起的時候覺得 這個人是不是都不洗澡 怎麼會 還是男生內褲AB面穿84 就是一直覺得 覺得他身上怎麼都 隱隱約有一種怪味道 像尿騷味或什麼 那他就真的 人就覺得很冤枉啊 我也都有患啊 我也都有洗澡嘛 為什麼別人都覺得 我身上有這個味道 去看醫生 醫生也是一聞說真的好像有 就跟他說我們來檢查好了 檢查一下發現真的 他其實已經是 腎臟功能已經非常低下了 可能你腎功能已經很低 再加上你很累 然後你有時候工作很忙 水又喝得少 然後你吃東西 那個味道出來就會發現 好像有一點點感覺 所以趕快跟他說 雖然不一定能逆轉回去 但是至少不要讓他繼續惡化 因為再下去就真的只能洗腎 那當然你說從不管是中醫或西醫 你從醫學角度來看的話 如果有聞到一些味道 可能身體的病變 或是說有沒有腫瘤這些 但醫學老師 我們常在節目講 有些人是真的 如果聞到濕臭味 就是因為你不知道幹了什麼事 然後人家跟你 法醫也講過啊 就是在解剖的那種 有很多會聞到那些味道 所以醫學老師真的會有這樣的事嗎 你如果是真的 確實是有卡到硬的東西 它還是會有一些味道可以聞到 但是這個就是要看你的運氣 你如果說我們還是要強調一點 真的有生病還是要是給醫生看 做一個真的很精密的檢查完之後 確定之後有負責完 你身體是都OK的 那是不是在往民俗這個方面 來做一個治療 那我們曾經遇過的就是怎麼樣呢 一個人如果一年發生過一個車禍 就已經算很倒楣了 我曾經遇過一個是 一個月發 三個月發生九次的車禍 莫名其妙車子還修好而已 停在路邊就被撞 他媽媽都覺得很奇怪 副身符也掉了很多 車子上面掛很多行徽 都沒效 就為什麼會這樣子 後來就媽媽帶他來這邊 他一來 那時候來的時候是端午節過後 是夏天很熱的時候 他身上這兩個袖子一拉起來 這個地方都有好像被抓的痕跡 我還想說這個一定是不老實 應該是去喝粉味的 然後可能回去被女生抓 然後怕被老婆罵還是被媽媽罵 所以穿長袖 對 穿長袖的 然後因為是被抓 可是我近看 又不像是指甲的痕跡 那真的很奇怪 可是我近看 又不像是指甲的痕跡 那真的很奇怪 可是一接近他 真的有一股就是 很濃的那種絲臭味 那我說那沒關係 你先站著 我先幫你進化一下 我就點了香 我就點那個很粗的香 開始幫他做儀式念法咒 就一唸奇怪不唸不得 一唸那個絲臭味越來越重 那我就好 那乾脆有幫你摸一下傷口看看 用香然後去摸那個傷口 隱隱約約就聽到旁邊 有那個貓在叫的時候 那種聲音 貓在哀嚎那種聲音 那後來我就跟神明請示 跟他算一下 哎唷 要緊啦 他撞死一隻貓 然後那隻貓撞死之後 他就不理他 就開著就走了 他也沒有去愛惜他 我幫他收屍 然後幫他埋掉還是什麼 都沒有做這些儀式 貓靈 貓怨跟著他 然後他開始就晚上睡覺 有時候就覺得好像怪怪的 就有東西在抓他 整個都是傷口 那後來就經過我們的神明跟他談 你願意認錯 那沒關係 我們就是買一些這些貓 比較喜歡吃的一些零食零嘴 然後幫他做一個這個念經的一個普通的法會 開一些服給他回去洗完 洗完之後呢 過了快三個禮拜 他身上的傷口就癒合很快 然後味道也不見了 那一般你說如果有聞到 如果記得法醫在節目講過說 有那個濕透在捷火間或什麼濕透味 聞到的時候 感覺上是真的有要深淵或什麼的那種 對不對 一般都是有特殊的問題的時候才會出現 有冤情 一般都是久了以後就很 尤其三天到一個禮拜 是味道最重的時候 那個味道就是我常講很簡單 你把那個尿跟大便跟那個虎肉 攪在一起 然後那個味道就出來了 很不錯的味道 為什麼要去 我什麼要去 弄這樣的味道 就聞這樣的味道 你很奇怪 稍微味道給你會覺得 我那時候剛剛做法醫的時候 聞到的時候覺得說 那種就很奇怪 真的是不好 但你會覺得很奇怪的味道 我們一生很少幾乎沒有碰到過的味道 但是我很奇怪 我們年輕的時候比較沒有感覺 我年輕再怎麼做我都經濟去解剖 我到差不多五十幾歲的時候 我真的就會噁心 真的嗎 因為照理來說應該是越 經濟越老到應該越習慣 對 不是 所以我常說你要做我們這一行 你彼此要比較不好一點 但是有時候要聞東西對不對 像我以前碰到一個土地 他就感冒啊 他就聞不到東西啊 剛好有一個死者他喝了農藥自殺 我說這個一看就是農藥自殺 沒有昆蟲什麼都沒有 蚵吐也都沒有蟲 還有那個味道的腥味嘛 這就一定是吃農藥 看瞳孔就縮小就知道農藥中毒 他就不相信啊 他一直聞一直聞啊 這感冒不疲到 他就負責兩三分鐘我分掉了 真的 我分掉那是怎麼找一個 對啊 有啦 我們什麼都有啊 解剖到一半那解剖新鮮的嘛 剛來 倒子化下去 新鮮的 就是死了不超過 不超過兩個小時以上 就是很新的 然後一剖一剖還會流血啊 福地一看 化下去會 倒下去了 還要給他急救啊 不是要先解剖 先急救他 對 一般人最正常會 可能會出現身體的體臭味 是不是 口臭算是一種 可是一般人就覺得 可能是不是有牙周病的問題 牙齒啊 口腔或什麼 但有可能根本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是更嚴重的 是 而且我覺得口臭最大的問題是 有時候是 當事人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你說疫情呢 對於有沒有要幫助 雖然大家都覺得疫情 限制了我們影響的經濟 然後又怎麼 又造成很多的死亡 但是意外也救了一個人 比如說這個人就怎樣 他平常可能都沒有注意到 自己的口臭滿嚴重的 可是當我們疫情期間 開始戴起口罩才發現 哎呦 他自己才聞到自己的味道 自己才聞到 就是味道 還真難聞 而且那個味道就是 有一點點腐臭的味道 然後他就想說 可能是我刷牙沒有刷乾淨 就很認真開始刷牙 一天都刷好幾次 漱口水啊什麼都用 奇怪 這個味道就是散不去啊 後來想說還是去看醫生好了 然後一看醫生就發現 他在左後的臉頰部位 有一個那種潰瘍一樣的東西 這樣一處潰瘍都沒有好 結果檢查就發現 原來是口腔癌 所以你看戴口罩反而救了他 不然他可能會脫比較久 覺得聞不到也沒感覺 可是剛剛醫學老師說 那個聞到臭 我想說如果有些人就是 你在科學精神一點 比如說如果你每次都常常說 我聞到像濕臭味之後 可能隔了後來沒多久 開始頭巨痛 你可能想哇 我真的是被卡到了 因為他只要一來我就頭痛 對不對 後來他們研究發現 真的以前有一個人就說 他以前每次都懷疑他老公 他在車上頭放屁 因為他就為了臭味 結果後來發現 那是他偏頭痛要發作的先兆 是嗎 是 他們研究發現有些人的先兆 他會先聞到味道 有些人的偏頭痛發作之前 會看到亮光 有些人偏頭痛發作之前 他會聞到像燒焦味 煙味 甚至是臭味 所以如果你把它跟玄學在想說 我是被卡到 我每次這樣子就開始頭巨烈頭痛 我覺得被卡到比較合理 因為他不是一直這樣 他是突然這樣的話 所以應該是被卡到 但是這是偏頭痛啊 對 因為部分偏頭痛有所謂的先兆 先兆有些異樣的味道 是他們可能的先兆之一 OK 所以你看人體多微妙 偏頭痛的先兆竟然會這樣 而且我醫師剛講到口腔癌 我一個朋友 那口腔癌 因為一般人 現在人大概都會刷牙 都會什麼都會這樣 那你都不知道口腔癌為什麼 結果後來有一個生活習慣也算很好 可是他不知道口腔癌 他是去看牙醫的時候 結果那個醫生看了以後就跟他說 你趕快去找 那就是那個癌症的一些醫院去做檢查 因為他看到他的口腔裡面 就剛剛講有一個潰瘍 一直都不好 所以那個口腔癌之間 包括會有腐臭味 可是一般人 現在人的生活不都是這樣嗎 他都會刷牙 為什麼還會這樣 對 其實我們口腔 其實是有很多的味道 在我們腫瘤科 我們看到最多的 其實是像胃部的腫瘤 或是肺部的腫瘤 那胃部的腫瘤 因為它是一個 就是會腐敗的一個地方 滑肉 滑 滑湯滑底 然後它悶在裡面的話 又跟我們的胃的消化的這些消化液 混在一起了 所以它有時候打嗝了之後 會打出來就會像出現這種 像這種腐敗的味道 腐爛的味道 比如說我們喉癌 食道癌 或者是胃癌 大概在有時候口腔都會有這個味道 當然我們有些時候 也會看到一些其他的味道 比如說像扁桃腺 我們知道扁桃腺有好幾個皺折 這些皺折裡面可能會卡一些食物 這些食物經過腐敗以後 可能會有這些尿布的味道 水果味道這個是比較有趣 一般像糖尿病的病人 他如果血糖太高的話 會有一種症狀叫做銅酸血症 這銅酸血症它在這個體內就是 因為它就是有一個揮發性的氣體 它吐出來的呼吸的味道 就有一個類似像水果的這種香味一樣 所以它是水果香味不見得是好 對 口吐 孜然 芬芳 不見得好 對 所以這時候可能是血糖太高了 然後它的代謝路徑當中會產生這些銅酸血症 甚至像有一些酸奶的這些味道 然後有些髒腦的這些味道 這可能都是跟某種程度的感染 細菌它在發酵的過程當中 產生出來的一些氣味 OK 可不可以是一般人要怎麼樣把這個跟口臭 做一些分別 因為一定有很多人直覺 就乾脆歸類為口臭 那這樣的話可能造成心理壓力不會這麼大 覺得我身體就只是口臭的問題 對 這個其實滿困難的 因為我們目前 我們在發現這些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們醫師的方法都是靠排除 你先想到它可能是什麼問題 在我們經驗上面 或是書上寫的是什麼問題 然後一個一個去排除 那排除以後 那基本上剩下的可能性就是越來越少了 OK 對 所以說這個其實是很難的 這是大哉問 我們在節目裡面有時候講說 你提到健康的那些問題的時候 講說如果會血變或是什麼 有很多人說那是痔瘡 但是有些是不是就是大腸癌的先兆 甚或有些胃癌先兆會不會是這樣 但是只要出現狀況就還是去做檢查 大概都是這樣一些進行 可是如果你長期看我們節目的話 因為每次法醫來節目裡面再聊一聊 像我現在都知道 如果要是解剖的過程 如果你聞到有蒜頭味 那是披霜 OK 所以法醫其實就像你剛剛講 那個鼻子好不好 那個鼻子不好的人 不要去當學徒 因為你根本聞不出來像這些 對啊 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而且要觀察入圍 真的是 我們以前也碰過有一個女孩子 就在家裡突然就說 她媽媽是說她是安眠要自殺了 她說她有看到一張遺書 說她活得不好怎麼樣 就是想死 然後她是用電腦打的 然後後來是用簽名 我們就覺得說 你直接嚇得了 你還打電話再來簽 你媽媽的簽 沒關係 就覺得很奇怪 她就說 但是她看的真的是 安眠要物吃得很重 因為安眠要物是一種方向煮 所以會噴噴 還有看到眼睛原始很多 所以安眠要物價會有原始 對 很奇怪 我就看了 我到現在也是一直在拉門說 是不是 安眠要吃了 睡不好睡 然後眼淚就會出來 產生淚水 然後乾燥 會變延遲 但是我看安眠要物價吃得四個 現在只有有 Stynose跟F2 比較嚴重的 那以前像以前那個Harlisong 那個根本 我有看過我一個病人更好笑 他來就跟我說 高醫師 我是要怎麼改 我說是怎麼樣 他說我一次可以吃200顆 他說他吃200顆又不會睡覺 他很疼 我說你如果說假的 臭皮這樣 來我這裡說五四三 我就有時候會噴到一些怪人 然後你就拿200顆給他吃 沒有 不是 他說你看你們都不相信就對了 來 他拿一瓶出來 那一瓶一千顆 不是 一瓶那不是 一瓶這樣 像倒在那裡倒差不多百多顆 他都會直接 也沒配水 像這樣 一直補一補 那一瓶一千顆 那一瓶一千顆 不是 一瓶那不是 一瓶這樣 像倒在那裡倒差不多百多顆 他都會直接 也沒配水 像這樣 一直補一補 怎麼吞下去 我以為他說假 我以為你這個假的吧 我以為他說假的 就是假的 對 我看真的耶 他都瘋耶 他可以吃200顆耶 我說好 你是怎麼買 他說他一次都買10塊 差不多1萬顆就對了 吃差不多半個你吃了之後 他說怎麼有這個這麼小 然後我問他要怎麼說 我說很簡單 從他現在去一次可以吃700顆而已 就吃了 對 吃一個禮拜又改成50顆 再改成25顆 這樣就借起來了 再借不起來 丫子突然在那邊說就好了 就好了 當然看體質 尤其你吃拉麵要一喝酒 那絕對會出問題 要 現在就是 我們一般的計算是 F2大概是8顆 8顆以內很少死亡 所以就覺得說 電腦又簽名 所以我當然最簡單 就是請監視者來監視 這個簽名是不是他的 結果就是說 50%有50%不像 只有50%是他的 因為他手有在剪 當然他 金長要做什麼 可能是不是手的剪也不一定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 這樣也是有問題 就是要解剖了 他解剖 我就怕說 是不是要負中毒 所以我就從頭先剖 頭剖了的時候 就聞到蒜頭味了 劈霜 對啊 我知道沒問題 結果就醃血中濃度 代表是被灌的 你自己吃都吃很多 你這麼灌就吞下去了 一定量不很多 而且胃裡面沒有阿米歐克力 事情越大了 就開始找他一個朋友 就發現說他有一個男朋友 他男朋友最近一直來找他 可是這個男朋友 又有一個女朋友 就是三角關係 就是這個男朋友 本來是要 跟另外他的閨蜜 發生關係以後 就走了 可是回來一想說 這原來的那個比較好 又回來找他 這個閨蜜就說 不解剖不行 就想辦法要把他害死 我們一開始有感覺是這樣 後來我們就去他家找 找到什麼你知道 找到他的垃圾桶裡面 都在寫簽名 是喔 所以是那個閨蜜學他的簽名喔 對 還真的完全一樣的 比拼 這是賊心該敗 而且怎麼會這樣練簽名 然後還不把他銷毀 對 他還在垃圾桶 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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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怪 對 這些真的是很怪 可是剛才來賓所提到的 你知道就是從身體的一些氣味 你大概就知道說你的身體狀況是怎麼樣 我們講萬聞問切 很多都是這樣 有時候 我不曉得你自己會不會看到一些的報導說 看到你身體發生什麼變化 指甲有沒有顏色的變化 或是你出現什麼字有什麼變化 覺得是不是有一些的問題 不是請問一下 其實一個人來講的話 有時候我們講說 我們自己看到朋友說 你最近氣色不錯或是什麼 其實光看這些 大概也會有一些先兆 是的 像其實我們學醫一種流科 其實有看到很多貧血的病人 那貧血的病人一進來 因為現在戴口罩比較不清楚 以前沒有戴口罩的時候 那個有的臉色很慘白 血紅素很低的 一看進來就面有愁容 臉色很蒼白 那我們就想做可能就是貧血 那其實貧血 當然看臉可以看得出來 那其實有一些跡象 也是可以看得出來 那比如說像這個 像這個缺鐵性貧血的話 它這個嘴角會容易破 容易有一些口角炎 然後指甲嚴重的缺鐵 這個指甲會翹起來 像那個湯匙狀 如果還沒有到那麼嚴重的話 它可能會有一點脆脆烈烈的 容易有這些脆烈的這些問題 你看這個手比較白的就是病人 貧血 對 就是貧血的 右邊這個是他女兒 他陪他來的他女兒 你看血紅素這麼高 手是紅的 是不是一比較就知道 他的問題在哪裡了 所以說醫生看到病人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打電話 諮詢 其實都不靠譜的 因為那個沒有辦法看到病人的樣貌 沒有辦法看到全面 其實我們看很多很多的病人 我們其實在這個臨床一些經驗的累積當中 其實一進來大概再問個幾句話 大概其實就知道問題在哪裡了 那有一些 比如說貧血它可能不單是貧血 它可能是身體有其他的病變 產生出來一些貧血 這樣的話也看得出來嗎 這個就比較難了 就要再追 就要去問了 比如說我們看到貧血的病人 我們就會問 問說你女孩子的部分 是不是月經量太多 或者是有痔瘡在出血 現在很多我們發現 最近比較多的狀況是 也沒有月經過多 也沒有痔瘡 出血都沒有 我們驗糞便 前血反應也是陰性 搞到最後他是喝茶 他每天從早到晚都喝一杯茶 從上班喝到下班 他這個因為我們知道茶 茶葉它會抑制鐵質的吸收 所以你如果是那種 很快的就把它喝完了 那也就沒事了 以前我們那個小杯的 那個泡茶一杯喝完就沒事了 可是現在都很大杯 500cc 從上班喝到下班 你這樣一整天 你的腸胃道暴露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吃進來的這些鐵質的食物 可能就沒有辦法被吸收了 OK 那文醫師 你剛剛講那個指甲 如果貧血嚴重 指甲這感覺上是整個凹下去了 對 它是翹起來像湯匙狀 是喔 對 因為每一個都是這樣子 對 這是嚴重的 嚴重的缺鐵 長期的缺鐵就會變成這樣子 那指甲還可以看得出 有什麼其他的病變嗎 從手指頭其實還可以看得到 比如說像這個肺部不好的病人 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病人 叫做肺氣腫的病人 它其實手的末端會變成像 這個骨棒狀 棒垂狀 像打骨的那個骨垂 它會突出來 會突出一塊 它會突出來 對 通常這個是老煙腔 長期的這個缺氧 然後它等於是血液當中的 血氧太低 它這個末梢更是缺氧力害 那久而久之 它就會像骨垂狀 棒垂狀 那肺癌或什麼 有些肺癌的病人也會 從哪看得出來 因為不是每個肺癌的病人 當然 荷爾蒙 荷爾蒙增生的一個症候群 那這些會造成這些軟組織的這些增生 使得這個末梢變得比較肥大 那手如果要比什麼動作 什麼愛心的動作 可以看出什麼 對 那就是說 它因為手指頭像骨棒狀嘛 所以說你在這個地方的話 它這邊就會聚集不起來 因為它等於是兩個尖尖的頭 那你上面就沒辦法靠在一起 就會有一個縫 因為它頭跟骨棒的那個棒垂頭一樣 OK 那吃法醫 有很多時候真的是這樣 就是病人一走進來就看得出來 對 我們一般是走進來 如果歪歪斜斜的還是走路不協調 喝醉嗎 你就知道 不會 喝醉 大概都是想朗的問題 那會很明顯的不協調嗎 對 吃了安眠藥以後 就會產生不協調的動作 就是說我們左腳出來的時候 右手是協調 不會同手同腳 它是同手同腳 不然就是頸部歪一邊 像習近平一樣 那個可能是頸椎有問題的 對不對 OK 那文醫師請問一下 除了小腦協調的問題 你光看走路或外觀這些 有時候會發現腦部的一些重要 是的 那其實不曉得大家最近有沒有看到媒體 我們之前有一個名嘴 一個陳先生 他是發生車禍 對 他發生了第七次車禍 最後才被診斷腦部的腫瘤 那他其實主要的問題是 他的這個視野的外面是黑的 但是因為我們正常 我們都是看中間嘛 所以平常上節目 然後出來講話做事情 都還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他的外面是黑的 就這邊以外 對 所以你開車的時候 你就只能看到前方 你旁邊的這些余光的地方都看不到 所以他就是一直在出車禍 這些不正常的出車禍的一個情況之下 其實代表他腦部其實是有病造的 他影響的到了我們的視野的這個範圍了 所以說其實腦部的腫瘤跟這個外觀 其實還有很多是有相關性的 比如說像腦下垂體的腫瘤 我們現在有一種病叫做酷心式症 酷心症他是屬於腎上腺 皮質素分泌的過多 那他可能他的原因當然有很多 比如說你吃很多類固醇也會這樣子 什麼水牛肩 月亮臉 對 可是有一些人他都沒有 他就是莫名其妙就是肥 從很短的時間 從50公斤胖到70公斤 80公斤 然後整個都肥起來了 然後最後我們去檢查 他是腦下垂體的一個腫瘤 他是一個腎上腺皮質刺激素 分泌過多的一個腫瘤 造成他後續的這些內分泌的失調 OK 不過像這些 蘇芊一般來講 真的長相可以讓很多人心生警惕 我不是真的講說 因為你吃得太胖或什麼這些 而是那個長相一看就覺得 你認識他以前不是這樣 而短時間變成這樣的話 那真的就是一些警訊 對 他長相開始改變了 通常這個警訊 尤其如果他們做專科的醫生 就會特別的敏銳 我之前認識一個腦神經外科的醫生 他就開滿多 剛剛吳醫師提到腦下垂體腫瘤 那腦下垂體腫瘤 會因為他分泌的東西不一樣 他有不一樣 比如說他剛才腎上腺相關的 就會變成酷型 可是有些人會分泌的 像有些是蜜乳激素瘤 有些人是分泌的生長激素 他就是這樣 那醫生就說有一次啊 他其實遇過很好笑的事 他曾經有一次是去超市買東西 然後他就結帳還是什麼 那個人就是手帳的時候 然後喝完看他發現 那個人長相很特別 手又很大 厚厚這樣 他就跟他說 當時講得太急了 你可能你有去看醫生嗎 想說可不可以看醫生 因為你可能有病 你才有病 然後他想說 我其實是想提醒他這樣 因為這陌生人就沒有辦法 可是他有一次就是 他去參加朋友的 娶那個孫媳婦 然後朋友不是帶著兒子媳婦 跟孫媳婦跟孫子來敬酒嗎 他那個時候當時就覺得 那個媳婦的長相啊 不大 就是不大尋常 然後就是敬酒之餘聊天 就去問他說 就稍微探聽一下說 你媳婦以前就長這樣嗎 他說真的 以前跟以前長得不大一樣 然後呢 而且好像不知道什麼原因 腳越來越大 手越來越大 什麼戒指都戴不下之類的 他一聽就覺得這有問題了 跟以前長得不大一樣 然後呢 而且好像不知道什麼原因 腳越來越大 手越來越大 什麼戒指都戴不下之類的 他一聽就覺得這有問題了 他臉長得什麼樣 臉長得就像 如果大家認識阿姑 對 就是有點類似阿姑的樣子 他就跟他說 我覺得你媳婦 你應該叫他去找一下醫生 確定一下腦裡面有沒有講腫瘤 因為他以前沒有長這樣子 他是慢慢慢慢長 長腫瘤以後臉會變大 後來他檢驗出來 他腦裡面真的有一顆腫瘤 然後他得的這個叫做 枝端肥大症 就像阿姑其實也是這個病 大家都誤以為說 阿姑去整形失敗 不是耶 真的嗎 是 阿姑也是枝端肥大症 還有一個很知名的患者 如果你們找照片 有一個知名的女化膠叫潘玉良 你可以看潘玉良他在早期的長相 跟他後期的長相完全不一樣 他後期那個長相 基本上就是枝端肥大症的人會長的樣子 就是下巴會開始厚厚的這樣子突出來 鼻子會變成蒜頭鼻這樣大大的 然後這裡也會增高 然後他們手腳末端 因為沒有 因為你已經成長了嘛 小孩子會拒人真的會一直長 可是大人就只能往末端長 所以就會有特別的長相 所以我意思是那個 整個臉型整個頭會變成這個樣 對 那是生長激素的腫瘤 腦下垂體的分泌過多的生長激素 使得你的肢端的組織不斷的一直在生長 其實就像巨人症這樣子 臉長長的 手長長的 腳長長的 像這種就真的只能夠把腫瘤切除或什麼 對 OK 那一般我們剛剛講說好旺文切除了醫師 會要這樣子以外 玉璇老師 剛剛講說如果有聞味道 有一些人有沒有卡流音 或者有沒有什麼味道 有些人是一看也知道他有沒有卡到是這樣嗎 其實在學學當中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一般我們這個信徒帶我們宮廟 我們大概都會先看他的眼珠子裡面 他如果這個眼神很痴呆的 那這個一定有狀況 還是說他在白色這個地方 白色這個眼球裡面有其他的 黑線 有線 黑色的線 還是有點點 黑色的點點 那這個就絕對會有一些狀況 那還有就是可能就會變形了 本來他是二十幾歲的一個帥哥 還是二十幾歲的一個女孩子 他可能就變得好像六七十歲的 有一個那種感覺 因為我看過什麼樣的案例是從外觀就知道 我曾經有遇過一個是全身 長一個莫名其妙的斑 皮膚科看了好幾家都沒辦法好 一直抓 抓到就好像感染 然後還扭一些流那個濃湯出來 後來就是幫他來做一個處理 原來是怎樣 這個是一個土工阿塞 然後他去這個 因為我們都知道現在政府講求環保 都是直接用燒化 大體用燒化的 但是南部還有很多用香脹的 土脹的 那他就去跑先去幫人家撿 那撿的過程當中 唉唷 很名貴的錶 他就順手把它塞在口袋裡面就帶回去 手錶拿回去他沒有消毒 他可能只是用水擦一擦而已 那我們就知道 手錶跟手錶錶帶是不是還有縫 縫裡面因為往生者帶那麼久 他在屍體裡面已經暖了 他那個絲菌 絲菌纏在裡面 他只是用水可能就是擦一擦而已 結果他就帶起來 然後就拿出去你看 Rolicos 我都給他看 結果沒多久開始就是 全身上一下就覺得怪怪的 那晚上睡覺還有一個更扯 他會全身冒冷汗 而且那個汗 一般我們都知道 汗是什麼味道 鹹鹹的 但是他的汗是 甜甜的 那媽媽就覺得奇怪怎麼會這樣子 給醫生看也看不好 帶來我們廟裡我們把他看一下 結果不問不責疑 一問就剛好有一個往生者 就站在天公路旁邊 後來我就問他說 你晚上睡覺好不好睡 他說不好睡 他們在睡覺的時候過程當中 好像在床頭旁邊也站了一個人 一個人好像就伸手要跟他要什麼東西 我說那他長相是大概什麼樣子是不是 因為我們都知道 在早期這個救世的這個鄉葬 正前方都推了一個照片 我那時候我形容給他看 他自己聽到好像是這樣子 後來說那你到底有沒有跟他拿什麼東西 他想了一下他才露出來 一個很名貴的錶 我後來說你去人家靠地那要做什麼 他說因為這陣子錶子壞掉 想說這台錶子不錯 他就把它拿回去 後來說你就是要還給人家 對方現在已經找到這邊來 我們趕快跟他和談 真的很奇怪 和談完之後 那神明就跟他講說 我這個沒辦法開服給你 你就跟他誠心賠不適 後來回去之後 沒幾天他慢慢整個症狀就好了 所以真的還是不能貪這個不義之財 法醫請問一下 他那個算不算是失毒或什麼 就有沒有可能透過手錶的縫 然後變成這樣 因為你以前在節目有講過說 你曾經也感染過 對啊 那個狀況會是什麼樣 那個狀況不太一樣 因為我那個時候 一開始我是頭皮屑躲起來 我怎麼這樣 不然我就會掉整堆 我說怎麼會這樣 我本來是沒有頭皮屑的人 我連流汗都 味道都很輕吻 我是比較清淡的一種人 可是 這次就很嚴重 我就說奇怪怎麼會掉 然後找皮膚科 看說為什麼會這樣 他就說你可能有感染 那眉菌的感染 不是一般的細菌 是眉菌 那眉菌感染 很多都是因為免疫力不好的 像AIDS的病人 真的比較多 可是我那時候不是 我就覺得有時候怎麼辦 他就跟我要叉 可是後來就皮膚開始長疹 也許紅的 而且比這個皮膚要高一點點 好像是過敏 我以為是過敏 可是吃了抗過敏 他都沒有效 他不會消 那他們就拿那個硫磺水給我洗 可是效果也不太好 那時候我快40歲的時候 38歲 那時候還剃光頭 被人家要笑死了 因為那個頭髮的那些 對 因為你說你有頭髮 你就不容易好 所以要整個剃 剃光頭 你剃光頭是什麼樣子 對 很好笑 然後連下面都要理光頭 是喔 對啊 說那個毛 從這個有毛的地方都要剃掉 所以你等於是全身喔 對 要抹 也差了差不多一年才好 到現在就一點點還在這裡 我有時候還是會紅紅的 就不會完全好 我就算了啦 反正我死了他也死了 是吧 這麼久了都沒有好 對啊 我那時候是去解剖兩個 是死了差不多10天左右 就都有味道 然後還要剖頭 你知道我們在解剖頭部的時候 以前不是像現在 用那個電劑是用震動的 以前是用轉的電劑 現在是用震動的 震動的不會噴啦 它這樣純純純純就開了 以前是用轉的 頭骨 碎片都用噴的啦 打不嚇死 我們要自己剖 因為我們都自己做 有時候都自己做 我又沒刮目嚇 噴到眼睛有時候也會 就噴到頭 整個頭都是碎骨 所以都要趕快洗澡 有時候人家就會請吃飯 去吃飯就想說 然後你弄完就去吃飯 對 然後身上還沾著人家的頭骨 去吃飯 我們台灣最糟的地方就是說 法醫的解剖是沒有複色意識 我已經講好幾次都沒有複色 所以你真的是弄完以後 噴的全身都是就直接去吃飯 沒有很嚴重啦 當然你看不太出來啦 就是笑話 可是你知道嗎 我知道啦 人家就夭了 其實不好意思 其實他就禁酒 就是人就不記得你知道嗎 喝酒又不敢洗澡 因為我去講過嘛 喝酒就洗澡一定死嘛 我一頂四個 拔倒就站起來了 結果隔天起來 又馬上就叫解剖了 又起又水又拔拔 到阿波就開始在洗澡 這麼快 一天半了 快兩天也開始洗澡 說沒關係 插他了 結果晚上快點就想 一天沒洗趕快洗 洗了一個禮拜 差不多一禮拜就開始出來了 我還說我剩下 我找到楊博士 楊子松 楊博士說 蛤 你如果去拔就拔 他就拔我拔過 對 我有看過他有寫他也得過失度 因為我拔過說 真的假如說是 你如果還沒洗澡 我有講這個 大家說對啦 你就是不去洗澡啦 所以當場如果洗的話 是不會啦 一天就長下去了嘛 就洗到頭到垃圾了嘛 就 插藥效果也不好啊 他說沒關係啦 大概一年半人就好了 他也跟我說沒關係啦 而且還要剃光頭耶 對啊 那時候是皮膚科跟我建議說 比較快啦 那要有比較快啦 那你除了自己 你有沒有問那天去吃飯的 那些朋友們 就大家後來狀況還好嗎 沒有 結播就我一個人撲他 那我怎麼知道 你有沒有吃一吃抓一抓頭 那個量不多啦 我那時候真的量很多 好 可是我們剛剛講 萬文文切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 吳醫師請問一下 大家都知道說 其實尤其像乳癌 大概有很多的比例是自己促整 然後發現啊或什麼 所以有時候在節目裡面會說 其實夫妻老公有時候 可能也可以幫太太做一些檢查 類似像這樣 所以除了做健檢以外 有很多的一些腫瘤或什麼 確實是可以看得出 有些腫瘤或是摸的時候 會摸得出來 是的 因為我們現在乳癌 大家知道 大部分 六七層都是變成自己摸到的 然後才來找醫生 尤其由健檢直接去篩檢篩到的 反而是少數 大家都會覺得說 我們醫師現在已經有很多 很精密的一些儀器了 可是我們傳統老師教的 這個理學檢查 去觸摸 理學檢查就是試疹 觸疹 扣疹 聽疹 觸疹的部分就是用手去摸 其實我們有經驗的 那個腫瘤科的醫師 我們在摸這個腫瘤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很清楚的去判斷 第一個 腫瘤的大小 它的位置 它的形狀 是可以知道的 第二個 它表面是很光滑的 還是很不規則的 第三個是它的彈性 越惡性的腫瘤它是越硬的 如果是一般像是脂肪瘤 它就軟軟的 如果是說這腫瘤摸起來 比這個橡皮擦還要硬的話 那就要小心了 有一些很惡性的腫瘤 它是硬得像石頭一樣的 它是增長 生長 分化 分裂很快速的一種細胞 所以其實我們醫師的手 經過良好的訓練 其實是可以有很多的訊息在裡面 那只是說當然這畢竟是經驗 我們通常有時候摸完病人 我們其實心中已經八九不離十 我們心中已經有譜了 大概知道是良性還是惡性 但是現在不能講 因為我怕被告 所以基本上還是要去做切片 要去做切片 如果是說看起來很明顯 就是脂肪瘤是良性的 我當然會跟我的病人說 這沒事 你回去看 如果兩三個月有長大再來 如果是說一摸起來 就覺得是惡性的 那就要小心了 我今年年初才摸到一個 四十幾歲的男性的病人 他就是來健檢 然後沒有什麼特別 我去摸左邊的脖子 有一個兩公分的硬塊 自己都不知道 沒有什麼症狀 我跟他說你這怪怪的 趕快去耳鼻後科看一下 結果兩個禮拜後他就回來跟我說 惡醫師 我是B&I第三期 其實你那時候心裡大概就有 我心裡大概就知道 因為摸那個硬度 而且表面又是不規則的 而且它又是黏住的 一般來講良性的腫瘤 它跟周圍的組織 它是很free的 它是會動來動去的 但是那個東西它就是黏在 黏在我們的組織上面 它是往外侵犯 往四面八方侵犯 所以它會黏住 所以越fixed 越固定的 它就是越有惡性的可能 我一直請問我有看報導 因為您剛講的那幾點 尤其那個規則度 因為一般我看報導上講說 如果是惡性的話 它比較好像很凶惡 它會長腳 長什麼 是的 如果是良性的 它會往四面 那個也摸得出來 對 它大到一定的程度 它就會變成不規則狀 甚至在超音波下面 我們可以看到 它跟旁邊組織的介面 是不清楚的 所以在肺部電腦斷層 叫做毛玻璃狀 毛毛的像外面有這些毛邊的 這個大概都是比較 屬於不好的一個跡象 所以你說即便科學發展到了今天 但有很多以前古老的經驗 告訴你 萬文問切的很多東西 對自己來講的話 心裡大概要有一些補 身體一般正常的狀況 大概不會有什麼異味 不會有什麼長著奇形怪狀的 一些的樣子 可是如果真的出現的時候 自己先就要警惕 然後這時候記得 第一個就先去找醫師 然後做一個健康完整一點的檢查 如果什麼檢查都沒有的話 對 剛才一璇老師 講也都要先加這一段 先去問了醫師 如果真的找不出來 你還是擔心 自己心裡有點矮幼的話 那時候去問問看老師 有沒有什麼一些 民俗一些的方式 但不管怎麼樣 都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你身心各方面 都能夠健康平安 OK 非常謝謝現場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觀眾的收看 正正有事 我們下次見 拜拜